十一月九號是德國柏林圍牆倒塌的紀念日 三十年過去了 德國民眾仍在以不同的方式 紀念著那歷史性的一刻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在東西柏林交界的布蘭登堡門前 美國總統雷根發表演講 向時任蘇貢總書記戈巴契夫發出呼籲 戈巴契夫先生推倒這堵牆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 德國人興高采烈地爬上分離了東西柏林的隔離牆 用錘子等將牆體砸毀 一九九零年六月東德政府正式決定拆除柏林牆 柏林牆的倒塌代表了東德共產黨政府的倒台 以及兩德的統一 柏林牆倒塌三十年後的今天 一百六十多公里長的柏林牆 已被改造成一片綠化帶 深受慢跑者和汽車愛好者的歡迎 這裡的公共廣場 公園也成為旅遊熱點 雖然柏林牆早已不存在 但它的倒塌卻被人們時刻銘記 想必大家都記得 牆體被分解成一塊塊碎石的場景吧 如今有人在那裡做起了石頭生意 麥家稱這些岩石曾經是柏林牆的一部分 有些還帶有證書 有人認為那不僅是一塊石頭 它會時刻提醒人們共產主義是邪惡的 是不能被人所接受的 當年的柏林牆並沒有能阻擋東德民眾 逃離共產政府奔向自由的決心 成千上萬的東德人冒著生命危險 翻越柏林牆 據不完全統計 有兩百多人在翻牆時被共產軍警槍殺 這個東邊畫廊是藝術家1990年完成的作品 至今仍屹立不倒 這也是參觀者不願錯過的景點 人們通過不同的方式 紀念著歷史給人類留下的警鐘 希望人們將教訓銘記在心 才不會重蹈覆轍 創造和平美好的未來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樂 作詞・編曲 初音樂